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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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欢迎我们中国传媒大学 还有我们上海戏剧学院博物主持专业的学生 今天站在舞台上应该说是靓女还有靓女 没有俊男 如果说原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站在舞台上还好 像今天来了这么多天之骄子 但我感觉也挺好 是不是 你很快乐 独行之中呢可能就是分成了两个方队了 一个是传媒大学的一个是上系的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一考的话题 当年你们是怎么参加一考的 其实当初呢传媒大学的考试分为初试和初试两次考试 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就是给一个散文兴致的文章 你得读一下 读完了以后老师会随机地问你几个问题 当时老师问你什么了 当时老师问我的是 你对幼儿主持有没有什么样的兴趣 如果让你主持一个少儿节目的话 你会选择怎样的一个开场 你知道他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这个人 长得像吗 我以为你要说人家长得像小孩 你没有人好年轻了 不是有母性这种爱好 当时你怎么回答的 当时就比较正式了 说了一些比较专业的话题 比如说要请一些孩子们跳舞 跟他们一起玩啊 或者说要穿一些颜色鲜艳的服装 给他们多给唐试啊之类的 我们已经 初试的时候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简单的对不对 那副试考什么了 副试的话就相对来说 会有一些严肃的话题 是给了两段文章 第一段文章是一个民生性质的新闻 这个新闻一般比较具有争议性 比如说有学生为了找工作进行整容 或者说有为了征家产或者什么之类 出现一些不孝顺的问题 大家伙对主持人的感觉就是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对不对 中间知空气 所以说必须要有很多的知识性 才能够胜任这个主持人的工作 才能考上这个大学 当年你们报考了多少人 八千七百多 我们这些的比例是 八十七比一 我们这些是七十比一 然后你们都是我们辽宁人 对不对 对 来 咱们为他们鼓鼓掌好不好 说话的时候 我们来说一说 仰道而来上系的学们 我们上系的主持 可能跟别的学校有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出世的时候 老师是不让你自我介绍的 他直接上来就是报考号报姓名 然后开始你的自备稿件 我知道好像中系 那个中传还有上系 他们这个两所高相 虽然都是不音主持专业 但是他们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对吗 咱们中传的侧重点是什么 我们觉得还是新闻方面吧 相对来说比较严肃一些 那你们呢 你们是 我们比较重视的就是